我們剛剛講到立法院開議 現在其實在野黨 大家都有想做事情 特別是民眾黨 想做什麼事情 幫老大報仇嗎 為什麼會這樣講 主要原因是因為 為什麼我們剛剛講到 今天上午他們會 直接圍住要翁伯中出去 就是因為這巴西立委認為 現在NCC還叫管媒體嗎 根本就叫做綠媒的小弟 講的是哪件事 就是柯文哲這幾天 那案子每天都變成 民進黨媒體的這一些 綠營偏綠媒體的這一些焦點 所以他們現在還提案 說要求他必須要出去 韓國瑜就講說不是 那你現在要求要他出去 那是什麼原因是理由呢 如果他是來備詢的 所以他後來就問 說我們現在開始確認 他的備詢資格 然後進行施政報告 真的有他需要他的地方 NCC有人要問嘛 所以他備詢資格 有審酌空間 然後呢就說退回 這個民眾黨這一邊的意見 那如果真的要對他有所救問的話 是不是應該讓他上台 直接跟他直球對決 因為你要他走 確實韓國瑜要幫的話 也很難幫嘛 那他們的生氣 也起來有字 原因是因為現在看到了 綠營媒體每天都會拿著1500 對那四個字還在 現在呢已經什麼變成了1500顆的比特幣 而且呢這個是台北市議員 鍾小平的爆料 他說呢是跟什麼 是跟上海的一個大台商 然後呢跟老共 跟美國通通都有關係的 哇那這樣講起來的話 這個案子幾乎跟拉法葉案差不多了嗎 因為跟國外有關係 而且你要知道耶 1500顆比特幣是相當於多少 相當於幾十億這樣子的一個金額 那是真的還是假的 但他就開始在問 這真的嗎 因為1500這四個字已經變太多次了 9月7號那個時候說是1500萬元 後來變成1500顆比特幣 然後呢又出現另一個幣圈專家 鬼才阿雪 他講說是沒有啦 比特幣太多了是以太幣 昨天後來又變回來 沒有喔是比特幣 而且中共跟美國都有介入 哇他就開始在講 這個節目如果說呢 他在這樣子的一個情境下 變來又換去 那最後判決結果 根本就跟這些都沒有關係的話 不知道NCC會不會處理 會不會比較當時 對中天這樣的一個方式來處理 原因就是因為 大家要知道啊 現在柯文哲是一個被火烤的狀態 當然如果他有犯案的話 有問題的話 這些通通都要揪出來 必須要讓他 能夠為他的所作所為來負責 但是呢大家是不是 有的時候講一講 情緒性的字眼會出來 比如說 友台我們的保潔哥 保潔哥昨天在講說 哎呀 金華城案 你知道那個時間2000年 2021年發生什麼事情 疫情啊 氣到說那個時候為什麼 他沒有在保衛台北城 在保護的是金華城 竟然直接罵他說 叫他直接回老家吧 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那大家就在講啦 這樣子是不是真的 有一些太淪為情緒 而有沒有在舊事實在討論 這一些 當然都是會影響到 未來整個案子 特別是輿論的一些聲量 民眾黨的反駁是什麼 找了黃珊珊出來開記者會 搶到政治獻金 他說呢 是因為會計師申報偷懶的問題 這一些我們會盡快的來補證 但是呢 當大家問到說 有沒有什麼串證啊等等問題 黃珊珊的回應是這樣 黃珊珊議員認為說 這個文化的誤報 各位你們不用跟著我好不好 我們不會在這邊回答這些問題 這裡是立法院 他說這裡是立法院 我們不會回答其他的問題 不對啊 你剛剛不是也在裡面開記者會嗎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樣來釐清 到底哪裡該問什麼樣的問題呢 重點是啦 你出來開記者會 真的有幫助嗎 吳子佳直接的講啦 說其實這件事情 他只是想要展現他的力量 跟實質影響力 但他覺得 對於整個案情 對柯文哲都是很不利的 而另一件事情呢 則是林濤 他直接的問 說奇怪了 你們現在呢 一直在講說什麼 蔡壁如有關啊等等的事情 那你不查黃珊珊 他認為這根本就是司法奇觀 因為他也有去開會 他當時也是副市長啊 可是黃珊珊 他現在認為眼前該做的是什麼 是好好的幫忙柯文哲 比如說本來他要去美台國防工業會議 今年6月的時候呢 美方這邊有人來開會 邀請柯文哲去開這個會 那他的身份應該就會是民眾黨主席 而且要帶的是國際部這一邊的人 現在呢 他沒有辦法去黃珊珊帶隊出發 大家開始在問不對啊 他不是被停權了嗎 那他現在是用什麼樣的身份 來帶隊出發呢 上課民眾黨 如果現在真的是希望說能夠結合更多的力量 來迎奏老大的話 那為什麼現在突然之間 開始嗆遊書會 開始嗆好龍兵 說他們任內的東方文華案子 根本就是什麼 好好看啊 或者是好好聽啊 應該要求真相等等 這樣子開地圖炮 對柯文哲真的有利嗎 想要請教一下波及哥怎麼樣來看民眾黨 民眾黨他們當然是態度必須要先擺出來 今天上午就直接往前走 拿著牌子準備好的綠媒小弟無權備詢 當然這個民眾黨勢必是要採取這樣的行動 那不管是這個對NCC的態度 因為畢竟現在 很多的這個政論節目確實有很多自我矛盾 就一個新聞頻道連自己的報導 跟政論節目裡面來賓的手法都矛盾 然後互相這個左手打右手 但我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如果今天證明他們是對的 這個民眾黨就是 就這個就一鼻子灰 但是關鍵在於說 到時候是什麼樣來評判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可是他們現在的講法 總有一個人錯 你要嘛一千五百萬對 要嘛是比特幣對 要嘛是以太幣對 就總有一個人 可能是有一個人是對的 但其他人都錯 好 現在麻煩的是說 NCC的角色是什麼 那NCC你要知道 我以前我在這個 就在這個攝影棚裡面 我去那時候我就講說 有人在兜售莫德納疫苗 我被衛福部約談 那時候公文發到節目來 那時候大白話收到公文 我被約談 約談 他們是用像警察那樣子 問筆錄的方式問我 我就請問有沒有比照 接下來要不要比照 NCC你們如果今天真心是覺得說 你們是一個公正的單位 該處理的就要處理 現在好像也有很多民眾 都檢舉了 那只是說今天這個程序 因為他們提的叫權宜問題 那權宜問題用意是在於說 他們認為翁伯中 他是直接由行政院 用行政命令直接宣布 他延任 而且代理主委 可是你要知道 一般的NCC委員被提名或什麼 他的程序什麼 要經過立法院統一 所以當然現在是有一個 嚴任的條款 確實是有這樣的法令的 可是這個法令是把它修掉 可是他在這個法令修掉 生效前把它認命 所以這有一個叫 釋法性的一些矛盾的問題 可是依照立法院的議事規則 黨團提出這個問題 由主席敬為宣告 所以韓國瑜院長他說 對 沒有錯 這個你們有權利可以提這樣問 但是這個不影響我們會議進行 所以就這個 先休息一下 協商一下 做一個宣告 我覺得這個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關鍵在於說 因為民眾黨也知道 他們就巴喜 今天如果今天 針對主席宣告他不服 你要去表決你也輸 那意思到了就好 抗爭的意思到就好 重點在於我們上一段講的 這個會期不管人事案 不管NCC 不管大法官 不管是接下來有一些優先法案 乃至於總預算 在野陣營是要採取 什麼樣的合作態度 因為現在民進黨 如果還是那個鐵板一塊 還是要跟你講說 如果你們這樣亂搞 青鳥會飛出來 我們等著看 接下來賴清德總統 卓榮泰院長會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因應在野黨的挑戰 如果接下來是青鳥又要上街了 又要包圍立法院了 又要開始監督在野黨 那我看這個會期真的會沒完沒了 是 請教強哥 事實上這次民眾黨 他在主席台前面抗議 其實抗議目標是溫伯中 但在講這件事情之前 我就要講說 為什麼今天不管是民眾黨 跟國民黨 我們對民進黨的對抗性 會越來越強 因為民進黨所有的意識攻防 都跟他的行政院 包含賴清德的態度 就是在羞辱 在践踏 然後在什麼對抗兼在野黨 那我講 比如說今天我們前面一趴 講到2758 我覺得2758就是個笑話 為什麼民進黨的題目就是笑話 因為實際上 吳思雅他的題 他是2758決議案的說明人 他一上去就說 我們民進黨上來之後 你看台灣成為關鍵制 不再是亞細亞的孤兒 所以我們要一起來2758決議案 我們要怎麼做怎麼做 那你在野黨要支持 那我是國民黨的2758決議案 的那個提案的說明人 我上去又直接修理無事 我說關鍵制 我們邦交國22國 被你搞到剩12國 這叫關鍵制 然後2758決議 我直接跟各位講 過去因為2758決議 中華民國有很多的 國際組織無法參加 但是就有人打破2758決議 一個明顯的鐵利 就馬英九 馬英九執政時代 進去兩個聯合國體系下的機構 就是國際民航組織 以及世界衛生大會 我就直接問吳思雅 你們還有連講2758 2758決議只有馬英九突破了 結果你的民進黨不但沒有突破 上來之後 國際民航組織跟世界衛生大會 你都被踢出去了 我當然 我發言完下來以後 我看吳思雅在底下 就說你幹嘛一直講我 因為我要跟各位講 就是你遇到民進黨這種所謂的 坦白講 他就是沒有下線的這種所謂 想要羞辱你的方式 你就要很強硬的對他 今天一樣 翁伯中也是同樣道理 當然民眾黨最近跟民進黨 是水火不龍 這是政治上另外一件事 但民眾黨的抗議有沒有道理 絕對有道理 因為我們立法院三讀通過了 對不對 這個NCC的委員 主治法第四條 任滿德連任一次以連任者不得再任 而且刪除嚴任的規定 立法院三讀通過是不准嚴任 你賴清德你今天卓龍泰 你直接下個行政命令說 翁伯中嚴任繼續幹主委 我跟你講這種言論方式幹主委 他也不用經過立法院同意了 他該300年都是他 因為照他這種幹法300年都是他 他不用再送人事過來了 那你像這種東西 那請問你民眾黨生不生氣 所以各位你看 民眾黨在前面講說綠媒小弟 你知道後面這四個字是誰喊嗎 請你出去 他喊綠媒小弟 國民黨坐在底下說 請你出去 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我們也認同 你今天是用這種方式在羞辱立法院決議 不只這個 包括前面那個高金數媒 那個禁法補償條例 也是三讀通過 要做禁法補償 對我們原住民 真的過去給他們太多不公平待遇 你要編禁法補償的那個預算 來去弥評這個不公平 可是行政院送來預算書裡面 他把本來那個需要禁法補償 他只給你編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那擺明就是不理你嘛 那不理你期望之下 那當然高金數媒就是要求退回 所以我要講今天的那個立法院的第一帳 為什麼他的總預算案有被退 今天為什麼會有一些杯葛的狀況情況 因為民進黨真的在這新國會裡面 實在太阿靶了 好 但是你想要請教一下宇軒 因為對於民眾黨來說 當然現在因為也有民調出來了 發現整個所謂的聲量權 通通都在民進黨上 特別是在柯文哲案上 然後現在又有越來越多的訊息 我說光1500這四個字 就已經吵了快一個月了 然後訊息一直在變 那到底最後要是出來 跟這個完全沒關係的話 那到底誰要負責 NCC呢 NCC到底有沒有在看 不是 這個東西 你是要等到起訴書出來的時候 至少一翻兩瞪眼 你現在NCC做出來的決斷搞不好 NCC到時候他也搞不清楚狀況 NCC他又沒有辦法跟地檢署聯繫 這是第一件事情 但是我跟你講第二件事情 你要去講這東西 你要親眼有看過 你要有所本 比如說那個USB裡面 他到底以色列檔裡面有幾個名單 對不對 比如說他的帳策列表的方式 到底是多少 但因為今天鍾小平他直接講的是說 他有一個來源 這個來源叫做一個大台商 然後這個大台商說 這個東西通通是比特幣 他自己就要去承擔這個 我們講的提供證據的責任 因為有沒有這一次這樣的消息 有 但是不是如同鍾小平講的 這個斬釘截鐵就是說 這個台商的錢 跟這個USB的錢 然後之間有關聯 又如何如何的 我覺得有時候會滴溝倒菜兜 但這個東西就等到我們檢調起書之後 再來談 但另外一件事情 我覺得黃珊珊倒是現在 不遮遮掩掩的 怪了 黃珊珊今天在黨團裡面開記者 昨天開記者會 你知道他的PTT PPT 上面就寫了就寫民眾黨記者會 他代表民眾黨 你知道那時候黃國昌 跟民眾黨的高層在幹嘛嗎 在民眾黨黨黨部裡面開會 然後沒有人知道黃珊珊 跑去開記者會 他自己幹 他自己胡搞 然後就帶一個林國成 那林國成為什麼會 馴越林真也來了 帶一個陳佑成 然後帶一個黃靖穎 都是議員 帶了一堆議員 然後利用民眾黨黨團的方式 來召開一場記者會 結果他談的內容 你如果說是要救黨主席 不過跟立法院有關就算了 但葉姊姊你知道一件事情嗎 他整份PowerPoint裡面 沒有柯文哲三個字 他根本不管柯文哲 他不是來救柯文哲的 黃珊珊今天出來這個局面 是要來幹嘛的 跟他今天去美國一模一樣有關 他是一個被停權的人 黨內一堆人對他千夫所指 結果他現在搞得他跟誰一樣 你知道嗎 黨主席 現在就是一電路大 他為什麼要選他黨團 他為什麼不選台北大樓 因為理由很簡單 你現在今天黃國昌做的一切行為 即便黃國昌沒那個意思 外界會解讀什麼 所以好像是黃珊珊 我們黨團發動的 知道嗎 他是要傳遞這個訊號 但是他傳遞這個訊號 你如果說他是要救柯文哲也好 或者說他為了民眾黨也好 不是 他談的內容是什麼 精華成500億的獲利 精華成840%的容積獎勵 合法 如果違法的話那都是柯文哲的錯 他在幹這件事 他甚至不是在保護沈慶晶 他在保護精華成的獲利 他在保護那個我們講的 容積獎勵的那個不法獲利 法院已經認定的不法獲利 他在跟地檢署 地方法院高院對著槓 然後利用他立法委員的身分 所以在我看來 黃珊珊這個人他不演了 他這只剩明一件事情 因為當時台北市裡面 請問像黃珊珊 他是不是全責副市長 不是 全責副市長是誰 彭政生 黃珊珊之前躲了十幾天 從柯文哲8月30號 他一路躲到了9月34號 不出來 然後突然發一篇臉書 人才跳出來了 理由很簡單 只有幾種可能 一 你知道自己 伸頭一刀 縮頭一刀 二 你乾脆在伸頭一刀 縮頭一刀的狀況下 全部all in 賭一把 但賭了這一把 根本不是要救人 也不是為了要自保 為了什麼 從頭到尾就為了錢 我們先介紹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來說 長者是寶 需要陪伴與照顧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 我們先見到滿足的 三人 中間 一人 二人